这个男人提着早餐来到女友家门口 想要跪求女友让他回家 但不管怎么敲门 女友都没反应 阿强往门缝一看 突然 女友用诡异的姿势起床 接着把自己狠狠摔下去 随后一阵疯狂抽搐 女友再次爬起 阿强一看 瞬间呆住了 同居那么久的女友 居然有这种技能 他不断呼唤女友开门 可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马上出现 开门的瞬间 女友就将他扑倒了 整个人也变得十分的恐怖 缠斗中 阿强用门顶住了他 却不料 女友连门都啃 把牙都磕掉了 看到此景 懵逼的阿强更加的懵逼 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被拉了进去 两人一顿霹雳啪啪后 阿强被死死压在了地上 尽管他奋力反抗 但还是被咬到了手掌 虽说女友的牙磕掉了 但还是咬得他疼痛男人 下一秒 阿强用力一推 女友就摔在了奖杯上 当场没了动静 看着眼前的荧幕 他吓得跑出了房间 涌动的街头 看着被咬的人 一个接一个倒下 为了逃命 阿强来到一辆滴室旁 正好碰到了逃命的阿珍 而远处有一只丧尸 死死盯着他们 见状 他拿出包里的喷子 上好子弹后 正要扣下扳机时 这时 一个大叔也趁机坐上滴室 两人只能跟了上去 在路上 电视播报着丧尸病毒爆发的消息 看来小日子已经陷入危机 一旁的大叔正好是当官的 他一直在给自卫对他电话 但一直得不到消息 阿强本以为可以安全逃离 突然 他看到一旁的大叔掀起袖子 一处丧尸咬痕出现在眼前 阿强懵了 只见大叔轻轻抱起 本以为他要吃人 却不料拿出工作簿 看着血液弄脏了书本 他大叫着让司机给他吃 可司机递过去时 却被他咬了一口 还抱怨着司机的肉太低紧了 阿强眼看自己要被大叔生吞 他打开车门 一脚把他踢了下去 可大叔依旧抓着他不放 关键时刻 阿强一个正脸串 终于甩开了他 然而 刚回到车上不久 司机也变异了 他抱怨着自己30年车铃 从未违规驾驶 今天就这么被阿强给破了 下一秒 司机突然踩下油门 势必要将两人撞死 此时 车速已经临近180 阿强赶紧把前座的阿珍拉了过来 紧接着车子撞向一旁 直接原地起飞 很快 两人安全地爬了出来 只有司机隐恨西北 而他们望向公路另一头时 早已被逃命的车辆堵满 这时 阿珍打开手机 看到了最新的消息 原来 病毒名叫ZQM 感染的人会性情大变 而且身体会根据宿主本身的特点进行变异 如果想要杀死病毒 只有去高海拔的地方 那就是富士山 可没等两人看清楚 手机就没电了 但现在只有这个方法 两人只能试一试 到了晚上 他们买了一点食物 来到一处木屋旁落脚 第二天 阿强醒了过来 看着阿珍靠在肩上 心里那是一个哇塞啊 小眼神不停地往他身上瞄 可瞄着瞄着就瞄到了鬼 阿珍身上竟然有咬痕 他赶紧爬起拿枪对着他 醒来的阿珍一看 赶紧解释到 他被邻居家的宝宝咬到了 但不确定母乳会不会遗传给宝宝 如果这可以被感染 那么就请阿强现在就干掉他 反正自己也没什么牵挂 听完 阿强于心不忍 给他一顿安慰后 两人继续前往了富士山 在半路阿珍却停下了脚步 突然 他侧过头 叫喊着让阿强胆紧走 下一秒 看着变异的阿珍 阿强不忍开枪 选择直接开溜 但怕什么来什么 刚跑到半路 他看到一个路人想要上前求助 却不料那是一只丧尸 阿强直接被扑倒在地 缠斗中 喷子也被甩飞了 本以为当下就要凉凉了 下一秒 阿珍一个小拳拳把丧尸捶飞 这一幕 把阿强看懵了 阿珍解决完丧尸后 还走到面前拉起了他 一时没缓过神的阿强 呆愣地捡起喷子转身就走 可看着身后的阿珍 似乎他只变异了一半 于是 阿强把他留在了身边 他们来到一出一气的露营车 阿强找到罐头喂他 没想到阿珍立马拍飞了 但他碰到猫罐头时 却吃得滋滋有味 看来阿珍内心是个小喵咪啊 久不足饭饱后 两人继续上路 经历了许多天的徒步 阿珍的身体开始虚弱 只能让阿强背着前进 好在他们发现了一辆购物车 就这样 一人一车人轻松上路 他们很快就来到了一个商场 但这同样没有人影 阿强在里面找到了品牌店 换上了店里最贵的衣服 就在他照镜子时 身后出现了一个人影 他回头一看 竟是变异后的店主 虽然他变成了丧尸 但依旧说着欢迎光临 没等阿强反应过来 丧尸就扑向了他 就在他要被开婚时 丧尸停下了攻击 一个头戴面具的人救了他 健壮 阿强赶紧解释自己没有变异 只是被吓掉了裤子 而那人发现睡着的阿珍后 也并未查出异常 此时 女人的队友也跟了过来 其中一人本想上前再次检查 而他身后的队友 却说感染的人不会睡觉 这才放下了防备 而屋外也走来大批丧尸 阿强把阿珍变异的眼睛蒙上后 带着他跟上了脚步 带头的人看准时后 下令冲了过去 一路上 掩护阿强的几人 也碰到了麻烦 就在这时 不远处发出嘈杂的声音 失群当场愣住了 原来 是躲在一旁的幸存者发出声响 给他们争取的机会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避难所的入口 众人走了进去 随后阿强背着阿珍 费了好大力气 才爬上了天台 领头人阿伟也走了过来 阿强一眼望去 似乎从城市里逃离的人 只剩下了这些 接着阿伟让大叔 给新来的人安排东西 细心的他还发现 阿强的枪是真枪 他似乎对枪也有一定的了解 可在漠视下 枪有意味着权利 阿强并没有察觉到 他眼神中的阴险 这时 大叔跑了出来 拿给他一箱的用体 可大叔手上的表 却让他看傻眼了 大叔健壮毫不吝啬地 拿出了一框 给他随便选 阿强选完后 来到一旁看着那些变异的人 其中一个丧尸 生前喜欢跳高 他变异后 每天都在练习 而他凹陷的脑袋 也是这样练成的 另一边拉着商场大门的丧尸 生前则是购物狂 还有上班族变异后 仍旧忘不了 去公司路上做地铁的行为 甚至有些 已经进化出了 其行种的技能 随后 众人来到帐篷 商量明天搜刮的计划 殊不知 阿伟早已设下了圈套 他说阿强既然来到了这 就必须交出喷子 要不然后果就是阿珍会死 看来 漠视下有枪都不安全 人性的丑恶 展现的淋漓尽致 阿强明白过来后 直接跑出了帐篷 此时 阿伟的手下已经来到帐篷前 执意要进去抓住阿珍 但他们被救下阿强的囚姐拦住了 只可惜双拳难敌四手 囚姐最终被制服了 等阿强赶到时 早已来不及 他用枪指着阿伟放走他们 可阿伟并不慌 因为他看出阿强并不是个莽夫 就在这时 阿珍抬起了头 他看向一旁的男人 举起小拳拳 一拳就把他打飞四十米远 眼看他又要打人 阿强赶紧喊停了他 只见阿珍拉下遮眼的布条 当场干掉 剩下的阿强也被拉到帐篷 被他们狠狠揍了一顿 然而 阿伟正要拿走喷子时 手下阿彪却反水了 将枪口对准了他 就这样 他成了阿彪的小弟 随后 阿强狼狈走出帐篷 囚姐见到他后 赶紧带他来到了阿珍身边 囚姐说 弩剑并未射穿他的脑干 这说明阿珍并没有死 而且他感染病毒后 也没有像他见过的 其他感染者一样陷入边口 听完 阿强暂时放心了 随后 阿彪安排了所有男性 准备出门搜刮 而剩下的人 则是敲锅分散丧尸的注意力 丧尸听到声音后 就像听到开饭信号一样 全部围了不去 搜刮小队也趁机来到出口 轻松绕过了尸群 来到了地下室里 众人打着手电 在漆黑的环境里 谨慎前行 但他们并不知道 阿伟已经偷偷离开了队伍 正当众人找不到路时 大灯突然开启 他们看到了商场储藏室的入口 众人本以为可以轻松完成任务 却不知意外却接踵而至 男人看着监控里 正搜刮物资的队友 他却拉起商场广播放起了音乐 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丧尸已经闻声赶来 眼看队友被当场干掉 拿枪的阿彪毫不犹豫 连同队友一起干掉 但没等他高兴 更多的丧尸已经到来 顿时间 众人吓得四处逃窜 他们来到停车场 丧尸已经堵在了前方 为了逃命 阿彪把拿着玩具枪的队友 提到了丧尸面前 他则是带着一伙人继续跑 此时 看着监控的阿伟不知有多开心 李英昭 你小阿彪还嫩了点 看着阿彪等人来到出口 阿伟见状打开大门 只见卷帘门外早已围满了丧尸 没等阿彪反应过来 丧尸就从身后出现了 躲在仓库里的阿强看到后 像个耸包一样躲进了储物柜里 此时 帐篷里的阿珍也被音乐声吵起 球姐顿感不妙 只见那个跳高的丧尸盯着天台叙事待发 紧接着快步向前 以一个优美的姿态 成功跳到了天台 安全区的人还没反应过来 丧尸已经来到了跟前 下一秒就被开昏了 而其他幸存者也难逃死手 此时 躲在储物柜的阿强看着外面的丧尸不敢乱动 突然 他听到了外面对讲机传来的球姐的呼救声 看来屋顶已经沦陷 他和阿珍躲在一旁 看着那些被咬的人一一复活 他不知如何是好 听着球姐无助的求救声 阿强躲在储物柜里 脑补了无数遍冲出去的后果 毕竟他拿的是玩具锤 每一遍脑补后 自己都会被丧尸开昏 难道就没有希望了吗 这时 对讲机再次出声 听到这 名字听起来的很强的阿强终于醒悟 因为自己的懦弱 一直不敢反抗丧尸 甚至看到球姐后 还把阿珍托付给了他 眼下 球姐的一番话 让他燃起斗志 只见阿强冲出储物柜 一顿乱挥后 却没发现有丧尸 可刚放下戒心 丧尸突然出现 死死咬住了他的手臂 阿强用玩具锤敲他 发现并没有什么用 于是他拿起灭火器 果断打倒了他 接着阿强开始检查伤口 好在满臂的手表挡住了攻击 接着阿强把仓库里的丧尸锁起来后 拿起对讲机回复了球姐 随后捡起装备 开始奔向天台 而球姐也背着阿珍爬下楼 前去和他碰面 很快 阿强来到出口 还拿回了自己的喷子 这时 球姐也来到了地下室 看到了生还的阿伟 但他看到球姐背着阿珍 并没有面露杀意 而是呆愣地带着他离开 在半路他去胡言乱语 说球姐是不是喜欢他 要不要和自己在一起 此言一出 让球姐呆住了 默示下竟然有如此自恋的人 然而 这诡异的举动 其实是阿伟被咬了 只见他脖子抱起了青筋 接着开始变异 球姐立马劈开他 一路朝着出口跑去 但身上背着个人 他的脚步也越来越慢 关键时刻 阿强赶了过来 健壮 球姐闪过身去 下一秒 干掉阿伟后 他来到了两人身边 正准备逃跑时 路口出现了人影 原来是躲在车后门的阿彪 他们没有多说 阿强赶紧让他把子弹背心还回来 而他们来到另一边时 那位大叔也带着成群的丧尸跑过来 这下真就见鬼了 众人没敢犹豫 一路朝着出口跑去 可镜头也有丧尸 眼下 他数了数身上的子弹一共有96发 或许拼一拼可以逃出升天 就这样 Buff加成的阿强进入了杀神模式 他拿起喷子左一发右一发 丧尸纷纷倒下 其他人健壮也起身帮忙 他们来到左边清理丧尸 就在这时 对面跑来一个400斤的男人 阿强一发过去 虽然打中了脑袋 但死后的胖子还是压倒了他 而其他丧尸也冲了过来 阿强赶紧起身反击 此时 阿彪已经身陷尸群 他被咬到后选择放弃抵抗 吸引尸群让阿强一并带走 而大叔也被丧尸攻击了 他爬起身才发现是自己的老婆 但眼前人已不是人 没等他反应过来 老婆就亲了他一口 大叔顺势捡起鲁剑 当场干掉了他 而他也选择加入其中 拿起鲁剑吃了下去 通道里 只剩下了阿强三人 而丧尸像是不要钱一样一直刷新 为了射击精度 阿强脱下了所有名表 一发两发 转过头 一发两发 在他重复十几遍后 丧尸全部被消灭 看着眼前的战警 阿强终于放心了 可就在他们要离开时 一只丧尸飞了进来 几人定睛一看 那不就是跳高的兄弟吗 见状 阿强赶紧上满子弹 在丧尸冲来之前 一发将气干倒 可丧尸摇晃太厉害 阿强只能打中他的身体 并没有打中头部 而子弹也没了 最后一发就在不远处 他赶紧扑过去 捡起来的一刹那 瞬间干掉了丧尸 然而丧尸又站了起来 他静止冲向了阿珍两人 最终阿强用最后一口气 一枪拍走了他 身后的阿珍也被他迷住了 随后 阿强捡起帽子转过了身 虽然他很怂 但他明白自己不能怂一辈子 而他们也坐上了球姐的车 安全离开了商场 一路朝着富士山市去 好了 我是夜球 我们下期见